大家如果沈水清可以留意到 我們剛剛其實沒有講到4月17號 原因是我們都在觀察著 現在疫情這樣 我們在文化中心它已經封了場 我們已經在考慮著其他方案 即是今年我們 今屆我們在去年的11月12月開始已經在籌備著 其實已經在動用著資金了 我真是想透過這次才告訴我們的行家 首先被提名人那些 我們其實有一個deadline在這裏 去到3月中之前 如果我們真的要舉辦 它是要花費非常多的錢 如果在文化中心 其實我們建設這個紅地之納 場裏面所報警的那些 deadline 我想是在3月7號到10號就要決定 如果場地沒有提供給我們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初步的其他方案 是換地方 我都希望盡量去做到 可能沒有以往那麼多嘉賓 我們是優先給被提名人來參與 39屆沒有出席的得獎人 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我們會請他們回來 表演各方面我要看整個籌組的過程 可能會稍為簡化一點點 我們有兩年是動用很多人力的 就是開啟的表演是要花很多人力和物力的 當然細節的困難是很多 如果我們換地方的話 整個班長是籌組的 因為兩年前我們曾經試過在文化中心 當時是因為19年尾那時 那邊非常多人聚集 然後對很多演唱會都轉了地方 我們都試過想在九戰這裡 都安排了 那就是要花費雙倍的人力和物力 後來爆了疫情之後 我們就停了 現在很坦白說 我們都在密切觀察中 我和董事局都每個星期開會 包括製作和創作部門的人 我們事實上是比較被動一點 如果有消息的話 我想我會盡快告訴大家 亦都希望透過你們 給了我們的行家知道 但可能官員 你怎麼應付《金銀獎》的《金銀獎》 《金銀獎》 《金銀獎》 沒有辦法形容 因為《金銀獎》 《金銀獎》 可能這個數字對大家 《金銀獎》 《金銀獎》 電影是超過了一百年 《金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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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到《金銀獎》 都不是容易的事 但我覺得不理怎樣 我們都會一定有本紀念策 會出的 就算很困難的情況下 我想這都是歷史的紀錄 我是有少許遺憾 但我們盡量想辦法去彌補它 會不會都會想想 如果場地方面 還是閉門舉行 宣讀入圍 宣讀得獎者 因為現在場地 因為政府是封了場地 我們有商業的場地 譬如說九展 有些地方是可以的 我們現在看看人數 所以製作那裏 很多部門在一起談 其實就是 今天上午我們才出的 第二個方案 但我們怎樣做都不知道 當然希望它的疫情馬上消散了 4月17日可以舉辦 但以我個人來看 我想這個機會比較低些 但我自己個人的意願 因為已經累積了兩年 我一定要想辦法 是要做成它 除非疫情原因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都希望被提名 我們的行家要體諒 我們要盡力而為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